我們從二月底開始做的 然後 我是講實擺一點 我們其實我們的聽眾 比較爽不住民 啊 比較多是 悲緣美女比較多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應該有放我們的美照在裡面吧 對 我叫莎莎 然後我現在是念高師大教育系博士班的學生 然後我做了很多原住民教育政策的研究 那我自己其實媒體是第一次碰 對 所以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以後來是有點稱謊稱空 因為你們都很專業 就是我們其實是滿業餘的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現在主要的基礎 我們都是在屏東 對 就是我大概平常就是念書跟寫東西 然後去做社會服務 對 對 國大 OK 所以那我就是右邊的Wubi 啊其實我的全名叫Sakubi 我想在場的一些就是老師前輩們 應該認識我 因為我之前在原文我也帶過一陣子 對 那後來就是高雄讀碩士班 所以現在就是高雄平東兩邊好 那其實這次也是第一次經營Pockets上著日美帝 然後 所以其實當初這張會放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們那天的聽眾是非原民居多 那我們針對這兩張照片拿出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你心目中的原住你是長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把這兩張照片拿出來做一個對比跟那個聽眾做互動這樣子 對 那你的性與感性是什麼 哈哈哈哈 因為Sakubi 本身是一個很理性的一個學者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可能我講到一半比較感性的什麼身份認同我就會我就會掉內 對 所以我們也是一個很蠻妙的一個組合這樣子 對 好我們就先接到這邊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欸 我們是在直播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是隨興開始 那如果中間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都可以提問 我幫你們先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有聽過我們的Podcast嗎 可以認知 老實說 沒關係 小凱也沒舉手是嗎 哈哈哈哈 對 對就是我們的主持風格就是這樣 像閒聊 所以我們今天的進行方式就我們就在想說那我們就是一起聊 因為我們可能對於同樣的件事情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或是有很多共同的想法這樣 其實我們就是第一次在外面演講說類似Podcast主持的情勢 所以想說也是第一次聊 雖然是試水溫嗎 對啊 現在還有直播 哈哈哈哈 那我們先從第一頁開始講起好了 其實我們為什麼hashtag圓明界的百靈國 其實第一個我們名字叫爸爸樣就是想要讓大家了解台灣族的人話 所以我們用爸爸樣博客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口頭介紹的時候就會說我們大家好 我們是爸爸樣 然後我們那個博客的那個介紹一開始我先說爸爸樣是女人 基本上是在前百名 那再加上 沒有前百名是前兩名吧 前兩名 前兩名 對 對然後還有Abo還有上那個就是白靈國的那個節目 然後 所以是第一個原住民上他的節目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這個算是跟他們建立一個話題性 因為其實我們先hashtag圓明界的白靈國 白靈國看到就會幫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也是那個時候開始做蠻多非原民的聽眾 你對這集有什麼想法嗎 然後呢 沒有啊 其實這邊就講到我們為什麼會開始 還是你是下一張講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開始其實也是因為我們兩個剛好共同都喜歡聽白靈國 然後白靈國剛好這一集他訪問了Abo之後 他一直叫Abo來做Podcast 就說欸你們有著名人是在做Podcast 然後其實這時候可能也有趣 我自己的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好像是佩君嗎 是你們這邊的經理 他就跑來找我說要來做直播 他想要做自媒體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很懶惰上電視就是打扮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我們可以試試看 可是不要那麼多打扮或什麼 可是後來 菇比就跟我說 欸姐我們可以來做Podcast嗎 然後我就想說欸 好像這不錯 因為不用打扮欸 就是 你就只要有一個錄音師就 欸你就好了 你就不用還要 就是你知道還要看鏡頭 然後我就想說欸這個好 所以其實一開始 除了是百英國之外 也是因為就是 我剛好那時候正想要做 類似像話題性的節目 也不是節目就是說 我想要聊 聊一些原住民的事情 然後就想說欸那我們可以來 欸 可以來可以來試試看 剛剛有配樂耶 對啊剛剛有配樂耶 對啊剛剛有配樂 我用會網站嗎 OK 好 去拿關掉好了 是這個嗎 好像要先按那個關閉 按取上的 欸有的有的 好 好沒關係我們可以做這個 好抱歉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百英國的關係 而且其實百英國他們那時候 因為很努力大家 一起來做Podcast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他還有幫我們宣傳 所以我們一開始很多都是教友 就是百英國的教友 他們所謂的聽眾 就是跑來 教友不是宗教的教友 對 因為他們說他們是邪教 對 他們常辦那種線下線上的那種聚會 對 然後因為那個阿抱上這個節目 然後他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原住民的人口 現在已經被和本超越了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原住民的多元文化 應該 應該只要就是被超越 就沒有被留下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叫威廉 那他本身在南部 其實辦蠻多Podcast的聚會 所以因為他的關係 我先去受了他的節目受訪 然後就覺得說 欸那與其做直播 還不如做像這樣的聲音節目 因為其實他 然後白靈果有提到說 還沒有原民的呼喀節目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對 那這個的話是 嗯 就是我自己寫什麼 白靈果紀念日在IG上面 因為那個白靈果 有來到我們的IG上面留言 他又說很酷 在上上看到我們 然後後來就有白靈果的線動 就就有人說 欸很開心出現原民的Podcast 是不是又是教徒 然後轉分享過來幫我們分享的 對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跟 如果大家開始要做的話 可以先找那種同質性的人 然後 他的可能聲浪也還蠻高的 可以先協助你 就是先達到 你有不同的聽眾的那個 第一個目標 對 OK 然後 這邊的話是因為 我覺得很多非原民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網路的廣播 主要還是目標在非原民的市場 就是主流市場 那其實非原民的聽眾 他們針對怎麼樣是原住民 還是會透過這裡 像膚色啊信仰啊五官啊這些去瞭解說 你到底是不是個原住民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節目就是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身為一個當代原住民 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我們注意的議題是什麼這樣子 對 這樣講白一點就是其實 我們並沒有什麼很炫的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聊天 聊出我們在想什麼 那其實你聽眾聽了他們才會去知道 要不然的話 我認識很多白浪他們都想像原住民 是比如說古老的生活 或者是什麼之類 然後我都覺得 喔不可思議就是 怎麼會有這樣子錯誤的想像呢 所以我們在節目上面呈現 如果有聽過就知道 其實我們真的就是在聊天 然後把握我們的生活 聊出來 因為我們也有收到聽眾蠻多的反應說 很想瞭解說現在 因為我們有些問題說 你對原住民的印象是什麼 刻白印象是什麼 那還蠻多人給我們回應的 然後我們那一集就是在講說 為歧視這個部分 對 我很推薦大家去聽那一集 是我們還搜集了國外的 就是歧視的一些case 然後我們針對每一個case 然後我們配合台灣原住民的狀況 然後一個一個做回應 對其實我覺得那一集很好 因為我們真的解釋了很多 對 OK 那另外一個點 為什麼會想要進那個podcast的原因 然後他們也是在講說 因為其實美國原住民越來越少了 然後彼此其實要兇 找到另外一半 也是原住民是非常少 他們還形容說 另外一半就像独角獸一樣蠻少 然後我就那 而且那一集他們也是 真的是他們也是很真性情 就是他們會在節目上大笑啊 不像其他可能主流的podcast 比較嚴肅一點 我就覺得聽他們的節目就很輕鬆 然後第二我也覺得在學英文 然後也可以了解說他們現在 就是Native American 他們現在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那他們的形態就跟我們有點像 因為可能一個就好像是沙沙的感覺 一個就很像是我的男生 應該看得出來吧 輪廓比較深的那個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還蠻像我們的 然後他們就有點像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做這個podcast 我的一個終極目標是有一天 我一定要跟他們連線 因為其實podcaster在全世界 其實我覺得是串聯還蠻快的 但我還蠻驚訝說其實我們的評分量啊 可能因為我們有透過參加線上 線下一些podcast的聚會 所以我們會有那個 他會給你幾顆星的評論 但我覺得他們節目做得很好 但他們評論只有三份 一份是我寫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美國podcast 真的是太紅了 所以他們露出美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說 有機會的話跟他們連線 或者是未來我覺得 原文會身為這樣子的一個 媒體主管機關 可以跟他們辦一個什麼podcast的一個 未來國際的論壇也有可能 我覺得 現在目前好像比較少人在指引 但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有 我們好像有跟剛剛連線聯絡過 你有tag他們 我有tag 有嗎 但是還沒有有機會跟他們連線 有一集他們有 他們其實他們有認識很久沒什麼 然後有一集他們是講那個COVID-19 就是那個新冠病毒的 然後他就是我覺得他很有趣 就是他真的就是反映到說 現在他們保留區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一個訪 比如說訪他的阿姨 訪他的叔叔 然後去請阿姨叔叔去講說 現在的狀況怎樣這樣 所以他們就我覺得跟我們真的是蠻像的 就是我們是呈現一個真實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他們講到身份認同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有一次我聽到 在圖書館聽這一集的時候 我還聽到他們激動落淚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一個很真性情的一個 native podcast 對然後這算是我們正式出道 因為其實北部的那個關鍵評論網 他們還蠻常辦這樣那種線下的podcast的聚會 那南部的話我朋友那個威廉 就算是南部自主性在筹劃這些活動的 那我們去查一下 沒有講他是南霸貼 對南霸貼 他是南部podcast的南霸貼 第一把交椅 對他辦了第一個活動叫沒有光線只有聲音 那時候小凱又一起去唱唱 而且真的很妙事 你完全看不到別人的臉 對他就是整個黑黑的 我怎麼會出來我怎麼會招誰誰 他辦在那個無關書店 然後那個無關書店就是 在國二呢 在國二然後他其實全案 因為他第一場活動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podcast就是不用露面 所以大家有一點就是經營youtuber 不幹嘛他可能就要露面 那我們就是在這裡分享的話 大家可以是很很輕鬆的 可是你聽得到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聽聲音 對因為我們是靠聲音的嘛 然後更好笑的是下面那個 就結束之後我們就下去 喔 終於看到大家來了 對 然後這一個 他這個很好笑 他一樓這個佈置得像個靈堂 然後我們在這裡拍照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是一個團 對 滿好笑的一件事情 那天有快好像五十個還是三四十個 對還滿多 他算是第一個嗎 第一個舉辦南部的podcast的交流 對 然後威廉他那時候第一次做那個podcast的時候 錄到第十九集的時候 錄到第十九集的時候 我至高分有跟他說說 不然你來採訪我吧 哈哈 因為他是不是也比較沒有什麼原住民朋友 所以呢 他的節目是在講職業圖書館 所以採訪不同職業的 所以那天我是在講說 我之前的工作今天是在做原文化交流這樣子 對 對 所以這個 這個通過他的活動 其實我們認識滿多 南部有在做podcast 然後我們都會自主串聯 對 那這是我們熟錄開箱的照片 我們就是沒有像 像這邊有這麼好的器材 我們一開始的那個麥克風還是相比滿 可能一千多塊 對 然後節節很糟 對 我們有一次還沒有錄到 還要兩台同時開錄音 對 然後就是我家三合 我們家三合是雜物卷 對 有尿布帶音物帶 衛生紙箱來吸音這樣子 所以其實做 一開始做節目真的可能 沒有像很多人想的那種困難 我們就這樣就開始 簡單很多 對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話 前面的音質真的不是很好 哈哈 他音質很多 對 OK 所以這裡可以做一個小溫卷 對 我其實剛剛有問大家說 你有聽過podcast嗎 那我看起來蠻少的 可是我 直接舉手 真的有嗎 真的有聽 有在聽podcast 喔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可是其實podcast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在我 大學時候嗎 就聽到這個podcast 是因為我要學英文 因為一開始是美國那邊先來的嘛 那所以很多都是講英文的頻道 所以我為了練英文就是我就聽這個podcast 然後是我大概 我真的就是今年初才知道台灣也有podcast 因為之前都是英文的 然後我後來才透過 我忘記透過什麼 也是白英國嗎還是什麼 對還有威廉 就才知道說原來台灣也有 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podcast的數量沒有那麼多 是後來開始 我自己覺得是covid-19的關係 他就往上跑這樣在 對 所以當舉手是 你是有收聽習慣嗎 我的意思是說就像我們一樣有點像 我們是蠻重 那叫什麼 重口味 是幾乎每天都在聽 通勤 對 因為像我自己覺得我很方便是 我是家庭主 我有partime家庭主 因為我正只是家庭主婦 然後所以我可以邊做家事邊聽 然後我就不用用眼睛看 因為youtube是他需要用眼睛看 對 所以我就想說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狀況 那podcast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看在場真的很多人不太知道 他其實 香港台灣都是直接叫他podcast 然後中國叫播客 那podcast他其實就是一個音檔 然後他就是放在有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你要有網路 就是簡單的定義就是透過網路 接收音頻內容的數位媒體 所以你可以從你的手機 甚至是電腦 你就可以去收聽這個節目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最下面那種 這叫iPod iPod 對 這是很久以前 大家都這個聽啊 對 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 iPod 就是非常前世年齡 然後就是 我之前那時候我是用這個聽那個就是podcast 當初有那個很夯欸 對很夯 而且我那時候還是黑白的 還沒有彩色 我第一台 對 然後就是 就是聽這個 然後所以他就是一開始 所以為什麼他叫做pod pod 就是因為這個pod podcast就是對 然後就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你可以運用非常多平台 我有放上去最多人使用的是Apple podcast iTunes 然後還有spotify也是spotify他很聰明 他最近就是買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美國的主持人的節目 他就只能單獨的在spotify播 那喜歡他的就一定會來聽 那你聽到spotify他其實要的是你要訂閱 所以他可以聽說真的pocket一進來之後 不是聽說是我的看數據 他說整個spotify的訂閱數往上提高 所以其實這些媒體平台是蠻聰明的 他們就知道說我可以賺錢 那最近台灣有一個我們常常在使用的也是訂閱制的媒體 他也做podcast 他是 他叫做KKBOX 你們應該都有 像我自己也有訂閱 KKBOX是今年 年中吧 年五月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 然後剛好我們這一次串聯 我們podcaster都會辦活動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串聯 是鬼月的 就是跟KKBOX結合 對 我們就是跟KBOX 所以接下來 KBOX也看到這個市場 然後聽說很多的媒體都要進來 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其實那個台灣還有三岸 他還有一個是First Story我們用放下來 還有一間叫八寶 因為First Story太少人用了 太少人聽了 他比較冷的 那還有台灣還有一個八寶 但是他就沒有什麼人用 對 他也是一個廣播電台的老闆的女兒 自己出去開公司的 對 上次有聽到 可能是上昂的那個創辦也太帥了 欸有直播 因為上昂的那個介面真的很好用 對而且我們 我們一開始就設定 本來在i Club吧 然後是i Club嗎 就是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上昂 然後上昂的工程師 他是上昂 Club 然後上昂工程師 他是直接可以跟你用Line 如果說你都會很特製 對 我就說比如說我說欸這個 我上不上不完不了 我去幹嘛 他馬上就會當下幫你解決問題 這樣子 所以他的反應是也蠻好 應該是說那個 Sound Club 在那個算是美國的一個 應該是線上的 要錢的 但是要錢 對要付費 所以等到三岸上去不用錢 現在不用錢 現在不用錢 對 現在 他是未來想要做廣告 聽他們在計畫 那我覺得Shanan還有一個好處是 他全部都是中文介面 對於我們可能有些族人 他們不太會看英文的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的窗口 就是Shanan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算是第一個做原住民Podcast 然後後來之後是 百萬夫妻 百萬女書籍 就也跟進來嘛 就是配軍用 然後我記得Shanan 我們就非常好 我們會在首頁出現 我們很常在第一頁出現 這個就是他 你一曝光 一般人很直覺 我這樣點進去看 然後我就看 我通常都是先看到的那個 我就可能先點進去看 所以他們也幫我們蠻多的 他們對於就是 Cultural Diversity還蠻有Sense的 就是多元文化這一塊 對 有另外一塊是因為 我們LINE有一個群組 叫Podcast的黎明同樂會 就是有一個馬克 好像是他就是馬克五樓公寓 對 然後他自己籌組的一個LINE group 他是把那些目前還沒有到非常有名的聚集在一起 然後大家有任何不管是問卷或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連商量的人都會直接在裡面 對 他有first story 對 會第一手直接回覆你的問題 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 大家都很像是朋友 包含這些工程師我們也都認識 對 然後這是我在想說大家應該對Podcast 就想認識他 然後應該也想知道說他在台灣的狀況 剛好商量最近做了一個研究調查 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做的成業報告 對 所以這是他的那個成業報告 他就講說 以Apple Podcast 因為Apple Podcast是最主要的一個平台 全球有102萬筆節目 台灣目前他們 他們自己這樣子去散散結結 包含把中國那邊的Podcast去掉 還有香港、新加坡的華語 總共是1336筆 目前結智目前為止是這樣子 因為有可能還在持續增加中 所以你會看 他這個是以年我來計算 就是他到最近 2018、2019、2020 2020就突然在衝浪 真的就是在COVID-19的時候 整個就衝高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他剛好 我自己覺得他可能跟那個COVID-19是有關係的 對 然後而且 所以很多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記得 有一些Podcast 他們有出的Podcast 是專門在討論新冠病毒 對 台灣的啊或者是 台灣也有 然後外國也有 中國也有 對 中國是專門在講說 沒有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確診數了 醫生沒有什麼感染之類 就是他們就是講那種澄清的話 這樣子 對 像BBC跟CNN他們有自己的Podcast 對 而且其實他的訂閱數也非常高 因為他是算是很公信力的媒體 好 那這個是在台灣的狀況 就是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目前台灣最 就是比如說節目占比最高的 其實你看就是流行跟藝術 流行跟藝術最高 再來是 社會文化啊什麼的 八卦 八卦是第四名 節目占比 就是說節目最多的 那我們那時候是登記在社會文化嘛 所以我們算是 也是剛好也遇到是 聽眾的 我們那時候其實沒有做任何研究 就直接進場 直接進市場 我們沒有想那麼多 就直接進市場 因為我們邊做邊調整啊 因為後面我也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是我們哪些節目是比較受歡迎 然後下載量是滿高的 然後就等一下後面可以看到 就可以知道說我們的聽眾的喜好 但是其實講那 我們算是還是很小眾 因為我們是談原民的文化 其實收聽的數一直都 當然就是 我上次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一個叫做 史辣 史辣 史辣很有趣 有一個 他也是一個 他也有做Podcast 他在節目上就有講說 全台灣的Podcast裡面啊 只有我們的節目有進到250名以內 對 就是只有我們 原住民的節目是只有我們進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你要打進這個 這個Podcast的市場 就是 是滿不簡單的 就是你要讓他們有共鳴 大概我們後面就會分享 我們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好 就大概看看 現在你們有沒有 如果你想要進場 他這個用螢光筆畫 那個就是綠色那個 他的讚比是最低 所以他就是我記得我做這個研究的Eason 他就講說 如果你要進來 你可以考慮做新聞實事跟政治 剛好是圓圓名牌的新聞部可以做的事情 再來是自我成長的生活經驗 我們其實也有做新聞 可是我們是做國外的新聞 國外的原住民的新聞比較多 然後這是我們線上的台灣原住民的節目 各有八個 你們有聽過嗎 全部都有聽過 舉手 全部都有聽過 沒有嗎 然後這個就是小凱的節目 他希望很懶笑 小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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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凱在這裡 對 他就是太忙了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節目 我們是第一個做 然後再來就是百萬有詩集 百萬有詩集 我們是比較用寫聊輕鬆的方式 在討論一些人對面的事情 然後後來我們有發展出來是訪談 然後最近 Ruby一定會很喜歡看影集 所以我們也有做影集 影集的討論 然後影集討論就滿好笑的 因為可以聊的又更多 對 然後百萬有詩集 比較多都是討論 新文詩集 叫新聞 對 新聞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聽百萬有詩集 我自己 因為我對這個很有興趣這樣子 然後再來Sandy 也一聽就 小凱能不能自己來說 哈哈哈哈 就沒辦法 他們最近休息很久 你快 你已經快要變成是那個 就是沒有再進去 休息 休息 對 然後那個馬夏爾克 那個就是一個我們不農族的朋友 對 他就是在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書 對 他就是讀書 然後他就分享他的想法 然後他很好笑 他前陣子就 因為他算是一直會來問我們說 怎麼做怎麼做這樣 他就跟我講說 欸你們有沒有粉絲跟你們 跟你們講的時候 給你們評論 我說有啊都還蠻好的這樣 他就說他有一個粉絲跟他說 他中文講得太標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就來一下 對 他說我講真的很好啊 我那時候也是跟他說 欸你中文講得很好 他說 那個粉絲還說 他說他有被殖民的那個遺毒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配樂就 就是 主持人就有點 他就會覺得說 他的聲音真的很廣播人 對 就是 他現在目前好像出到第三集吧 對 那親愛的漢人他比較是我台北的一個朋友 那是因為後面我們會談到 我們有在談一個影集叫D.A.Y. People 親愛的白人 那他們這個節目有點copy那個叫親愛的漢人 裡面也是比較是批判性 但也蠻有趣的 那阿都阿樂爵的話是 嗯 之前評論有在辦那個阿都音樂節 他那個仇犯人那個陳昊 他自己的節目 比較是在講那個LGBT就是 嗯 性別的議題 那 瑪瑪瑪瑪瑪瑪的話 他也是一個排灣族 但 其實老師我不知道他是誰 哈哈 對 但他節目也是先聊 你說他好像是我朋友的朋友 反正我們幾個朋友圈就會鬧出來了 對 然後 斯拉沒有吃 他好像很多都是在訪談 訪談 他的朋友有 有在新加坡有在哪裡 對 所以我們歡迎其他民族趕快超越排灣族 對 對 他就是他要出來了 對 我真的很愛聊天 只有他 只有他 沒有啦 沒有啦 他美族啊 現在他也是泰雅跟布朗 阿都阿樂爵也是也是台灣 我把這個虛線上空彩 是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 我們有類似像聯盟感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比如說資源 或者說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推廣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起來做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同心圓耶 之類的 我們就會一起討論阿 說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然後互相鼓勵說 怎麼還不出節目阿 都是懶惰 懶惰 我們網路上會有一些 就是可以讓節目去申請放定的人 會互相丟 對 互相丟 會說有什麼課程或是有什麼樣的 我們就會彼此鼓勵是這樣 像最近我們接了一個國北交大的圓塑狀班的案子 對 其實是百萬夫妻去談成的 所以我們就是一起做 就是想做的我們就會一起來做 對 好 就這邊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回去趕快聽一下喔 就是 可以網路一下 好 我明天第二場是關鍵評論創判人 瑪麗歐 瑪麗歐 我也很幸福 他也是很厲害的 對 瑪麗歐真的很厲害 他是前輩 他是Podcast裡面的前輩 對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是 我發現因為很多非原民嘛 就是因為主流市場 不了解我們的一些 會造成這樣文化的誤解跟差異 所以會造成說政治不正確 比如說像什麼某某某某某某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言行舉止 就是可能這些殖民啊 正當性的一些文化的勞用 所以透過我們節目 其實我們會一直不斷 要置入我們自己的想法 有機會跟他們做一個對話 對 那其實我第一次上威廉的節目的時候 他跟我說阿豹阿妹阿莉是不是親戚 其實 我說他們都是阿希烈不代表他們是親戚這樣子 然後我那天去分享的時候 有問他們說大家知不知道各自他們是哪一族 對 那其實他們好像只有聽過阿妹是非男族 其他就不太知道 那也有人開玩笑說 我們會把一些玩笑拿出來講 比如說有戴眼鏡就很像亥人 沒戴眼鏡就很像原住民 你會看不到輪魄 還有男眼皮跟雙眼皮 對對對 第二個那個是我的稱號 對 然後我是自己稱之是 可以 可以 因為我的亥人沒有很多跟他們一起去唱歌的時候 就比較有優越感 只是回覆 我練會比較透一攤 對 所以就是蠻有趣的一個分享 那所以我們一直在那個口鍋前面會說 我們希望馬白羊可以成為一個橋樑 讓更多人聽到人住民族的聲音 對 那這個是之前去分享的時候也是有人問說 你們都怎樣蒐集議題 一起做雙語新聞跟訪談內容 喔 雙語新聞很簡單 就是常常看新聞 真的 沒有 因為我平常是這樣 其實我之前 我在大學開始就一直在都有在做 原住民的運動 但是不是說我去站街頭 因為我不是站街頭行的 我剛剛前面有講我很理性 但是很多的文稿都是我寫的 就是我會寫一些生命稿 就是煽動性的話 不要說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也常常幫族人翻譯 就是比如說可以從他們出去 然後幫他們翻譯 所以我因為透過這樣的關係 然後我也去參加過聯合國 UNPFII的會議 就參與過幾年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 我們台灣有兩大青年團 也就是原民的 一個是遠青鎮 一個是立馬青年團 我就是選立馬青年團 那我們很多都在focus在國際新聞 所以我從以前就有接觸這個國際新聞 所以對我來說 他比較不會那麼陌生 因為我平常都有在閱讀 就是相關的議題 我有時候也會貼在我自己的臉書上 而且因為我很多的什麼叔叔阿姨 他們都很喜歡看我的臉書 是因為我會貼這個給他們看 然後我會用那種他們聽得懂的話 就是講給他們聽說 這一段新聞在講什麼 我是用英文的連結 如果有中文的連結 我就會貼中文的 然後就跟他們講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然後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我就跟顧問說 我們要不要來做這個 因為我們兩個英文都很好 然後我們就學那個百丁國 結果你會聽到我們會 一段中文一段英文 然後有時候念念還是自己笑 卡住 因為我們之後 沒辦法像主播這樣子 就是很厲害 所以平常我們就這樣 然後我們最近有一個形式 是我最近我跟他談論說 那以後比如說我們看到不錯的 音語新聞 就是原住民的新聞 我就可以丟給他 他也可以丟給我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去互相討論 這個禮拜會上的 剛好也是國際新聞 談的是愛母族的一個 最近的一個訴訟的新聞 對 所以因為我們本身 彼此都有做過 比如說比較國際交流的背景 所以在搜集雙語新聞說 我們自己會針對 可能全國 發現什麼樣的議題 我們就會拿來做討論這樣子 對 你有沒有講其他訪談內容 然後你說訪談內容嗎 訪談內容可不定嗎 就是我們開心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在聊天的過程中 會說 欸我對什麼有視趣 然後我就會說 好好好 比如說有一集是講其次的 然後剛好 我們正要講那個的時候 就發生愛麗莎莎事件 所以我們就 我就跟他說 欸那剛好就來聊這個吧 這樣子 然後所以無比就去搜集了很多 一些騎士的一些事件 然後我們就來討論這樣子 所以其實依照我們的喜歡 因為其實做PAC是這樣 就是他就有點像是 還滿即時性的 他除了即時性外 他還要你需要喜歡他 不然的話你會很乾 因為你平常沒有去接觸這個議題 然後你突然聊這個 你會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是然後如果你對他沒有熱情的話 你也講不下去 因為你會覺得你好像就是 在播報新聞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我們剛做的時候 也會有那種困境 因為我們也沒有做過節目 所以剛開始我們真的會寫 類主治稿 哈哈哈哈 就開始 第一集 第二集 後來我們就發現有 有一點默契之後 就列綁綱 就可以直接聊下去了 對啊 可是我們有朋友是用主治稿 像寄蛋糕就說 就是我們有個朋友 叫薇薇你還好嗎 就是那個 他在講憂鬱症的一些 對他說 因為他說他都會寫主治稿 然後但是就是他都短短的 所以每個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只要能自然 我覺得都覺得這還好 我倒是覺得這個對現場的各位 朋友一定沒有什麼問題 對啊 那像我自己很喜歡 跟教育議題有關的 所以我其實比如說跟教育有關的 我會特別就是會講一些 比如說線下的一些狀況 或什麼 我在想看幾集應該收聽率不高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是 可能對原住民來說比較容易 但對非原住民來說很難 可是你會發現你在聽我們 Podcast的時候 我們兩個會不斷的解釋某些情 比如說我們會一直解釋說 馬沙魯是什麼 然後虎虎是什麼 因為很多我們的聽眾 是非原住民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不斷的去解釋 前陣子剛好是今天要上架的是 我訪問一個老師 我們談到實驗教育 是很多人不知道實驗教育 包含原住民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裡面也不斷的去解釋 不斷的去解釋 因為聽這一個節目的聽眾 他可能是對原住民真的不熟 所以他想知道 後面就會有一些 我們自己覺得都太酷的意思 對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每一集 最後都會丟一些俗語學習的單字 或什麼的 那還蠻多 因為IG他可以不斷 也有 然後他們會自己錄音給我們 然後就說這樣念對不對 其實那個IG的粉絲黏著度 其實還蠻高的 對 那 欸 等一下 所以這樣 這議題性就是因為那個愛麗莎莎事件嘛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就有針對 我們蠻想要蒐集 就是大家對於 譬如說 到很有原住民味道 不要漢化 到底是怎麼樣的 對他們來講 那種既定印象是什麼 所以我們那集就有討論一下 這個愛麗莎莎事件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節目 我們比較歧視一線資格 懂得像就不會可能 就有把一些 刻板印象啊 原住民味道 或是漢化這些東西拿出來講 那他們知道我們在意為什麼 收聽率很高耶 對 大家都想知道原住民的想法 我猜想是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非原民的人 不太知道為什麼會在意 就會一直說我們玻璃心 或是什麼的 所以剛好這集就拿出來跟他們做分享 對 然後 我們第一集就是 因為我自己對於身分認同 應該說從小 我覺得沒有一個什麼教育 或者是說有一個 像一個媒體或什麼教科書 會教你說你自己是一個原住民 或者是說你本身 是介於在兩個文化之間的話 要怎麼樣去取捨 那這個這一集 我記得還蠻多人 還蠻多回想的 有些本身他可能一半是 非原民半也是原民 或者是另外一半他自己也是混學的 那他也分享蠻多他的一些 認同的一個心路歷程 對 那這個也是很受歡迎的 對 不知道為什麼耶 哈哈 然後就是 我猜想的是 跟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都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幾分之幾的 有關係 可是其實現在 因為台灣在這樣的多元文化下 也沒有人去告訴他們 怎麼樣去做認定 爸媽有時候沒有很care 這個或者是 也不會去告訴他們 那現在也有很多新住民啊 或者是有些人其實是 派人他就 聽了這個節目之後 他就說 欸其實他也想要去追尋 他自己的一個身份認同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蠻多人自己說是台灣人 但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可是他們也覺得蠻奇妙 我覺得為什麼原住民跟土地 就是很黏 然後可以透過我們的家屋名 就可以知道說你是哪一家的孩子 那他們只知道他們自己姓陳 姓宗 但是可能不會去追 追尋他們那一部分的背景 是從哪裡來 或是歷史背景 可是我們就會很認真的寫族譜 或什麼的 對 這我突然想到就是 呃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啊 你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兩個 因為他剛剛 他其實這身份認同 主要是巫比最愛講的 最愛講 他最想要講的是這一個 那反而我比較想講的是議題 其實我們兩個人很妙是 他是一半一半 我是從小在部落長大 我的生活 我爸爸是同德大臣 所以對我來說那都是呼吸嘛 就是說 欸都細鬆品嘗 可是對於他 他也開闊了我的視野 就是說 我就知道說 喔原來 可能非原民 或者是說我們講的都包啊 就是說他一半一半那種 他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事情 原來他在增長哪些事情 其實我們在互動中的時候 我偶爾也會說 喔是醬喔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 心得太熟 對就覺得說 喔很有趣 就覺得說喔原來是醬 那我們對於可能 某些事情的看法 也都不太一樣 然後對於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的權勢也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 就是有這樣子的反差吧 所以我們才能夠 不斷地對對方提問嘛 就是這樣才有辦法講下去 因為也 我們不算是在同溫層裡面 所以這樣在分享的時候 也有蠻多正反方的 一些想法的意見 對 那這些是聽眾的回饋 有些人是說 在睡前突然在Podcast找到我們 然後他又說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奮力 在台北打拚的擺浪 自稱自己反而就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他就說很謝謝我們 就是這樣子分享 然後他也會想要繼續在我們 Podcast裡面學到更多 那也有人是本身是在雙性 又是台灣族的家庭長大 可是可能從小都在都市生活 所以他也有這樣子的想法跟心境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他本身是台法易混血 所以他外婆還可以追溯到有西大利亞洲 然後外公是中國的動族 小說民族這樣子 所以他自己就覺得 因為也是身分認同那個關係 所以他就會流像這樣子的言論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還蠻感動 他們真的就很像在寫心得一樣 有這麼多的那個想法給我們 然後台灣族語的話 他自己念完之後 就是他會錄音給我們 然後可能跟我們做互動 那這樣趨勢話題性是因為 像剛剛Sata有講到的 商案或者是說KKBOX 他們不定期 妳就有O1的大寫 蛤? 顧力開會生氣 OKOK 他的錯誤人就顧力開 OK 所以就是他們會不定期的 就是做一些像這樣 跟Podcaster的一些企劃 那這次的話 我們就有跟上他們的企劃 那跟他們這個企劃的話 好處就是 其實這個等於說 我們講完之後 會交棒給另外一個Podcaster 然後我們就會分享 那就變成是說 這些Podcaster 他們在分享的時候 或者會順便把我們節目分享出去 而且我有看到 就是有聽眾留言說 我們就是 我們的這一集 是他唯一敢聽的 很溫馨 因為我們走的是溫馨的故事 溫馨的迴越故事 對 因為其他的故事 其實都很害怕 我都不敢看其他的故事 太可怕了 對 因為這個畢竟是 你一個人戴耳機在那邊聽 有些故事這樣creepy的時候 你就不太敢聽下去 對 因為我們這集是在講祖靈跟靈的 因為對我們來講 應該是大部分的原住民族 對於鬼啊 或者是祖靈這種 都覺得是稀鬆平常 我也覺得對他們來講 而且都是需要請鬼 應該說對台灣 還是 是還蠻稀鬆平常 就我所知我都好像打到路主人很怕火 就是接近都很願意接近這樣 我之前去那裡聽到 他們連比如說老人家走了 老人家老之後就必須搬出去自己住 這是我真正填掉出來的嗎 他就必須自己住 因為他說因為老人家老了 所以會有一些不好的靈在那邊 所以他們會把他割絕 那後來就是有一個故事 就是張鼠蘭故事就來嘛 所以他就改變了這一切 就是他就是覺得說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題外話 對就是像這樣子的 我說不是美族 所以其實我們 你也有發現其實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會講說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台灣族 所以我們的表達的一些想法 都跟台灣族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那其他族的事情 我們都會說 我可能比如說是我填掉過來的 或是我聽到 我看到書上寫 或者是說朋友跟我講這些事 而且朋友可能他是也是真正的學者 或什麼 那我們就不會亂講話 而且我們在裡面 我們也會說 我們沒有辦法幫其他族群發言 這樣子 我們會直接的講 對啊 因為這其實蠻重要 因為我們的言論 不代表所有 就是所有十六族的言論 對 所以我們都會先講禁忌 對啊 因為我朋友做經濟研究的 他講了很多經濟給我聽 那那個左邊的話是因為 上大之前有去參加一個論壇 然後就有講到加拿大的那邊原住民有在種大麻 對 那剛好在台灣有一家蠻有名的那個 podcast的經營公司 就是鬼島之音 那這個節目大麻反不反 他們其實就在講說 中大麻 他們就是可以回報告 主要就是不要大麻 對 這個大麻律師 對 大麻律師 對 他邀請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因為什麼原因 他們製作人叫Candy 就是他們那個鬼島之音啊 我不知道你們有聽過 鬼島之音是目前台灣在做 podcast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他的創辦人裡面有一個叫做 我忘記名字 Abi 他就是吳怡農的 對 他最近有在跟那個林長佐一起做 podcast 他們主要是做給外國人聽 所以他們有很多都是講英文的節目這樣子 所以你會如果你對鬼島之音的節目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follow他們 好我們在做這廣告 第三場是鬼島之音來上課 喔喔喔喔喔喔喔 真的很厲害喔 對 然後呢 所以Candy他們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只跟Candy結束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nice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的 他們做的 podcast 是因為他們很強調是 台灣本土在地的聲音 就是他們做很多像這樣子的節目 那像大麻這個很好笑是 我好像是大言不慘的去別人家留言說 我下次要來聊大麻農夫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然後就被Candy看到 他應該是打關鍵事找到 他 我不知道我猜想好像是 我記得好像在那個雞蛋糕的 沒有 你在你IG有一篇文章 在分享的 不是IG 好像是 然後 然後反正他就看到 然後所以Candy就留言說 欸那你要不要來我節目聊 因為原本是我想在我自己節目聊 後來他就說那要不要來我節目聊 後來我就想說 那當然要啊 拜託前十大堆 前十大的節目 一定要上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剛好就上去 然後就是跟他合作 而且我印象還蠻深刻 是進行律師人非常好 我們除了聊大麻之外 我們其實也聊了一些 原住的法律的一些事情 對 就學到蠻多 我因為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節目上也會去 比如說我會跟 呼籲說 獵人 如果你被靈檢的時候 你可以有權利拒絕他的靈檢 就是 就是在上面我們會 他的那個小卡 就是他做的桌邊商品 上面就是有些一些 遇到什麼法律問題的話 可以找誰來做諮詢 所以我覺得鬼老之音 他們在桌邊商品 還有在行銷募資這塊 算是我覺得 在經營Podcaster的一個公司 走的蠻前面的 而且很國際 對 那那個Dear White People的話 是因為 其實這部片 也是我在Netflix看到 那裡面他是針對全副 或是一個黑人 在一個 像是Harvard reversing那種 那他們在裡面 遇到一些身份認同議題啊 或者是說種族歧視啊 那每一集都會透過不同的角色 去把故事說出來 那其實他的故事其實 就可以蠻反應到 蠻多其實我們原住民的學生 可能平常在生活上會遇到的 所以我們用影集來做分析 其實也可以去對照說 其實是全世界的這種 民族性的問題都一直存在的 那其實我們也還蠻期待 未來會有機會 我們會可以拍上這種 校園劇 但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他就拍到第三季了 對 他裡面拍到第三季 他說以後你辦萬聖節的那個裝扮的話 絕對不要扮成黑人 因為你永遠不會是黑人 然後他裡面一開始 一節目就是講了這句話 那其實他自己本身是在校園裡面 開一個podcast叫D.O.Y.D.O. 就是他一直在講說 親愛的白人 對我們的刻板印象是怎麼樣 那那個結婚其實在學校 其實造成蠻大的爭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集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其實 你要講完這個 我們就可以先休息一下 對啊 差不多 那那個中國有一個 有點像是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甚至那個什麼 有一個類似IG的平台 那個那個叫什麼 微博 微博 對 微博 他有一個節目叫 粉專叫博客一下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蠻訝異 因為被他take到 然後他就說其實有一些就是 台灣博客可以介紹 然後他有把我們放在第一個 所以那時候就蠻訝異 所以還是叫我們高山主 然後馬上他們要賺錢 對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中國的粉絲 對 中國的粉絲 在我們粉專上面留言的 所以他們可以來 他們也應該是蠻強的 對 要不就是在台灣的那個外 中國的 中國學生 對 是有可能 所以他就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中國那邊的狀況 跟他想要了解更多我們家 可能台灣原住民的歷史 和文化這樣 台灣怎麼去台灣島 沒有人去台灣 對 這個下一集我們來回答這些問題 對 對 馬上有內容 就是我們上次有一次有在討論 因為一開始我們叫法法漾 然後說法法漾 博客就是想說直接用 Hotcast 翻譜去叫博客 但我們也在想說名字要不要改 因為 博客比較像是中國跟香港在用的字 那我們也在想說會不會有他的那個 政治正當性或是敏感性這樣 所以我們也還在討論啦 可是大家都還叫我們 都叫法法漾 對啊 他們不會叫後面的部分 我們叫法法漾 愛妖天就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都可以 沒有 沒有 我們進行到這裡 但是因為我覺得現場熱度還不錯 本來是想說POA是留在最後面 那我想說還是給老師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喘口氣 但是呢 我們同仁不必休息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就直接問 然後可以把這個POA的時間稍微提前 然後讓這個 順便讓老師 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老師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們就是想說把這個上課的氣氛呢 再繼續連續 那我們今天的話 可以在3點40結束我們今天的課程 這個教育訓練 那這段時間的話 如果有現場朋友的 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是有問題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廣播 就是我們廣播的那個能手 我們這邊有廣播電台的那個 一些資深的節目製作人 都在現場還有主持人 如果說有什麼 同樣是聲音媒體 有什麼樣的議題是想 或是什麼 想要心得或想要反應的話 都可以趁這時候來做一個回應 那是不是 像您幫我們麻煩一下 就是麥克風是有一支 就看看 要不要使用 好嗎 A8請 我們永遠發言 聊天一下就好了 幫助聊天 幫助聊天 有一個主持人 有一個公務員 有一個公務員姓箱 有一個公務員姓箱 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可能其實 Podcast自己會互相交流 那最近也蠻多廣播主持人 像是 有一個節目叫南方生活 他本身也是一個廣播主持人 得過蠻多節目的金鐘獎或什麼 然後轉來做節目 我覺得說可能大家可以去聽一個 叫聽聲便衛 聽聲便衛 他有在 他有訪談那個Eason 他跟商量一起做這樣的產業報告 他說專業的廣播跟聽眾 還是會有那麼一點距離 那裡面因為其實廣播還有部分 是要放音樂 那我們其實有的時候 一刀未檢裡面真的可能都在聊天 大家會覺得跟我們好像在閒話家常 然後其實我們三不五時 會回應粉絲的留言 那白冰國後面我們也會放一些照片 跟他們自己經營的方式 他們其實很常跟他們的教徒不動 甚至會辦線上線下的那種交流會 會讓他覺得說 我跟這個主持人其實就像朋友 沒有距離 可能因為廣播的專業度 或者是說他的一些知識能量很強 所以會讓人家會覺得還是有一點距離 對啊 所以你還是蠻看清楚 你蠻沒有版權的問題 或是說你有版權的問題 或是對你的言論有責任的那種 柯柔姐想問的是這個嗎 我跟你說 我們不用負責任 NCE不會查我們 你幹嘛叫我的名字 你叫恩樂 你叫恩樂 他在NCE管不到 所以我們即便我們常常 你聽鼓癌 他常在裡面幹他什麼 欸這可以嗎 反權 靠北邊走 就是這種 他們都直接就在 常常幾乎每個 podcast的男生的主持人 都會講這樣子 然後不會被解 那版權的部分就變成是 因為最近大家也有在討論 我們播客裡面也有 就是pocket裡面也有在討論版權的事情 其實 版權這件事情還是要小心 因為有些人他不願意接受你在節目上放他的 音樂是不可能的 然後 比如說連念書都不行 念他們的文 就是比如說書的裡面的東西都不行 所以我記得我有一集是念 Nicole索克魯曼的那一本繪本 我那時候事先有去告訴他說 欸剛好我跟他很熟 我就跟他說 欸哥我在節目裡面會念 那你會聽到我沒有念全部的故事 我其實只有念一半 對然後我也有去 學信去跟出版社講說 我有做這樣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我是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太確定說 這個版權是怎麼處理 所以我是直接就是 就是去告知他們說 我有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有說如果你不喜歡 那我可以把它拿掉 就是我就直接撤掉 這樣是沒關係 所以 我那時候的處理是這樣 可是我聽說現在有越來越小 就是 Podcast們最近有越來越小心的狀況 所以 就是 就連白鄰國的教 兩位教主們都一直說 不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不要 就是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 因為 聽說有一個官司在美國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打得非常大 他是唸一個小說家的書 小說 對 所以就是好像官司還蠻嚴重的 那台灣目前還沒有聽到像這樣子的 可以官司 對 剛剛 剛剛姐還問 就是 你說這個 我其實前面應該要先聊一下說 Podcast它像什麼 如果說你問我的話 我每次在跟人家解釋 我就會說 你就想像你現在是在那個 看那個Netflix 就是網飛 他就是隨點隨選 就是我今天 因為 因為不是比如說我 我很喜歡聽鄧惠文醫生的廣播 可是他就是禮拜二晚上八點 我那時候都在幫小朋友洗澡 所以我就聽不到對不對 所以可是Podcast有個好處是 你隨時想聽 你就隨時放出來 這是他的一個好處 而且你可以挑 比如說 像我自己很喜歡聽 比如說 哇塞心理學 或巴巴 巴哩巴哩巴哩 或是白蘋果 可是我會去選我想聽的主題 不一定每個主題 我都會去聽 對 我是屬於選擇性的 每個觀眾的習性不一樣 可是我是屬於這種選擇性 啊有的觀眾是 他就全聽 你只要一出來他就聽 對 就是他 我覺得解釋的話 他會有點像Netflix的感覺 而且 我覺得他是會未來 他是一個趨勢 是因為台灣 是一直follow美國的腳步 美國的podcast非常非常盛行 甚至有公司 然後我上次聽白蘋果說 好像你真的就是可以靠 做podcast主持人致富 而且年薪收入非常非常非常高 高到就是那個教主就說 這樣花得完嗎 就是真的很多這樣子 那另外我覺得版權的話 其實現在線上也蠻多 就是我們要自己付費的一些平台 去下載 就是合法的音樂也是比較 當然是比較有正當性的 那其實相對來講 像剛剛姐說的NCC沒有管 所以我們其實 言論上真的會比廣播來講比較自由 對 我舉個例子啦 就是podcast裡面有在彈性 彈A片 這些都是在電視上面沒辦法 可是你可以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直接 而且你不用跟人家分享 因為你是用耳機聽 你不可以放過來聽嗎 那很尷尬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聽 這就是這樣私密的去聽這些 所以她一直在身影會幹嘛 沒有 她就是在彈 分析 比如說我會比較舒服 或什麼之類的 她有一個性愛的療癡 你知道很多潤男啊 還有什麼 就是蠻多的 潤男 她有什麼 Balingo之前也有代言一個 就是裡面就是可以置入什麼 一些像一些sex情緒 情緒用品的行動 對 對 他們有代言 對 我都覺得按摩棒還是什麼 情緒用品 對 所以他們就可以做這樣很自由的一些發揮 對啊 對 就大概這樣 那你們有代言什麼嗎 有啊 最近 我們的形象非常的高 對 不是你哪些 我們是到頻道基督教育 對 對 雖然說一幕牌或一幕牌 他們自己做了一個 待會後面有放 就是師志為了那個天鄉 師志正的老人家 跟那個長治國小百合班的學童 一起做了一個繪本 那他這個繪本是不賣的 不販售的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上網啊 寫新的分享 他就會抽好力這樣子 對 那現在還可以捐款 其實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之前沒有很認真在做賺錢這件事 我們是最近才開始認真想錢 我們知道有人說花不買了 然後所以對 像之前也有一些 比如說部落的哥哥們 希望我們幫他宣傳他的店 就是那個 順便宣傳一下 就是雙流的那個易戰 雙流易戰 然後 我在說就是也是一種很隨性 然後說喔好啊 然後結果沒有做 哈哈 因為其實我有聽說 其實Podcast跟YouTube一樣 你還是訂閱數有到多少 會有不同的供訂價 其實我們 一開始如果你想要先賺錢 我現在很便宜 哈哈 你現在如果一開始就想要先賺錢 做一定很快樂 所以一定要先快樂 然後 未來當然也會有陣痛期 像我們現在也就是在努力要轉型 在想說 怎麼樣再認真投入這些 這些我們的 effort 的時候 要怎麼樣得到回饋 對 但我是建議說大家一開始 真的不要想說會賺錢 因為不是每個一開始 就可以像百靈果一樣 他其實百靈果在那樣之前 也做了快五年的介入 對 然後他們現在收到什麼 棉豆腐啊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放了彈簧床 他就放在看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情趣用品啊 或者是什麼 他們最近還有上那個 廣播 廣播金鐘獎的那個 主持嘛 對啊 我覺得說這些都是他們自己 像凱莉本身自己 有在講那個 Open Mind Coco Show 那Ken的話是他有一個 Ivy就是他的一個空姐 前空姐的老婆這樣子 就是他們 對 然後他其實有蠻多 入宿的機會 然後慢慢慢慢再 變成像他們下一個成就 對 嗯 好 還有一位 還有一個問嗎 還有一個問嗎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 還有一個問 你覺得兩個的默契 大概是不是都 事先都要組隊大概多久的 這個try這個主題這樣子 OK 先回答熱情 應該已經快下降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其實前面有聊說 你必須要做你喜歡的主題 要不然的話你會 你會很很硬 我們是因為我們自己就自己決定 我們沒有什麼製作人 或是經紀人之類的 所以我們想做什麼就做 然後我們也 我們自己有一點點我們自己的包袱 當然自己有 可是就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的範圍是很廣 那我們兩個是因為我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很愛聊天 很會講話 所以我們大概做了兩集吧 一集兩集 我們就有默契了 我們就慢慢就知道 而且一開始真的會 他就比如說無比就會說 欸姐我不知道怎麼插進去 我就說 那你想講就講這樣子 因為我有時候會不太確定說 他到底要不要講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就是 台灣族怕尷尬 就會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下去 然後 結果忘記停止這樣子 對 欸因為有時候反而我就說 比如說我說 欸無比有沒有什麼想法 反而這更尷尬吧 所以反而就是說 自然而然的在那種 對然後平常我們也會聊天 就是比如說來啊或什麼 就是培養默契的一個方式 那在準備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本身就是做研究的 所以我會很在意一些數據啊 正確性啊這些 所以我會花比較 可是可是可是我做的主題 都是平常我都在涉獵的啦 所以對我來說 我很快就可以主題好了 因為我這些幾乎我都很熟悉 然後我也在這個學術環境 就是比如說人類學問教育圈這邊 我只要比如說 稍微詢問一下或什麼 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就conference說 這一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會在節目上講 對就是 我主要會去看他的正確性 那大部分可能都是我本身 已經知道這些知識 就是我們在講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 我是很喜歡閱讀非常多的 什麼政策啊新聞的這種人 怪人就是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還好處 但是我們有一次 我記得是準備一個 我比較不太熟悉的話題 我就真的需要蠻久的時間 但我覺得真正最累的是後製 因為我們兩個不是專家 然後雖然我們其實有拜託小凱說 可不可以來給我們上課 因為她上課幫我們剪了兩集啊 我的天啊 聽眾都還誇獎說 我剪的真的很好 你就知道我們自己剪的多蠻 對 那我們這邊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剛開始我們真的就是 我們真的不像大家可能 就是有一些合作默契 我們真的是從零開始 所以前面我們真的累積一段時間 應該是也沒有說一段啦 大概真的就是花了兩節時間 然後就大概累積了默契 那剩下的話就是 一開始我們就像我剛剛講的會列竹字稿嘛 後來發現說那樣很不自然 所以我們就會列防鋼 然後我們就有點讓它自由發展 但是因為自由發展 有時候剛開始我們其實前幾集 有錄到快兩個小時了 對然後也有人說這樣太久 然後也有一些聽眾 甚至我朋友說我們講話太慢 然後講話太慢 然後我就跟他 其實我覺得Podcast好處是 它其實有個快轉介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覺得說 你真的只想要聽重點你按快轉 我覺得反正我們也不會知道 對然後另外一塊 你說熱情嗎 其實我覺得熱情就是 透過我們不斷的討論啊 比如說一直去激盪說 未來你會想要有什麼樣的走向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兩個彼此的走向 沒有不一樣 那比較是編文學影集嘛 比較去額化 人家姐是自己很喜歡做研究 那我們第一集其實有討論 之前有做過像選舉 這種比較任何話題 後來沒有上架 對那是因為其實裡面真的 就有涉獵到比較可怕的 對這種後來我們就是討論之後 就覺得說先不要第一集 就是這麼嚇死了 對所以後來這些都是 我們彼此討論之後 然後再一起去調整 說我們步調怎麼樣 然後慢慢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聽眾還是 就是主流市場 所以一開始我們還是會先從 比較簡單有淺入深吧 就讓他們慢慢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再慢慢去分享我們想做的 譬如說我們未來可能也會 在這個麻煩樣下面各自有自己的 想要開的專欄 就是變成說這個我們就是未來 可能會有的心態 對 嗯 有都有回答 有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小副理 很好 我們那個金鐘主持人 喔 喔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製作人 謝謝 嗯 其實這個Podcast 我已經關注很久了 然後一直會說 如果Podcast在我們台灣紅的話 我們這個廣播電台 可能真的就是要倒了 我說真的我一直想說 嗯 因為現在這廣播的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受限制 比方說ACC啦 還有那個什麼不電法 這想要說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 出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我也想要去做一個Podcast 只是說 常知道這個上架的平台 它的機制是什麼 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可以 謝謝 那後面 後面 這裡嗎 我們其實後面 後面 這裡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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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播放器 這是播放器 應該是說 上架平台 就是你先有個音檔之後 我們一開始先去 一個叫SoundCloud的地方 先上傳 然後你會有一個RSS的那種連結 那有那個連結之後 你就可以去各大的 有點像是比如說 Apple Podcast的 Intude SoundCloud 或者是說像 KKBOX 或Spotify 或Google Pocket 這些去上架 可是因為 SoundCloud是需要費用的 那我們後來就 因為 SoundCloud是一個分頭公司 那它的界面也很方便 後來我們就到 SoundCloud去把RSS 直接轉過來之後 SoundCloud它的好處是 它會直接幫我們 放送到其他的平台 所以其實就相對簡單 你就直接把音檔 拉到這個 它這個叫做host 就有點像是這個後台 然後你就直接hosting在這個上面之後 SoundCloud就會直接幫你發送到其他 就是像Spotify Google 但是在它發送之前 你必須要先去做申請的動作 就是比如說你想要 你可以自己挑 因為像有的人 他可能只選擇幾個平台 放它的音檔 然後比如說 那時候我第一個申請的是Apple Podcast 然後Apple Podcast 它通常我最久可以 我聽到其他人 就是可能等了一個禮拜才申請過 可是我們還蠻幸運的 所以我們大概兩三天就過了 然後Spotify更簡單 就是你就是 它會有一個是叫做 比如說 Podcast for 什麼 就是之類的 然後你就去 它有一些連結 你就去點 然後上浪的話 你只要再讓你hosting 上浪自己的那個介面 就會幫你上架你的東西 所以你申請完通過之後 因為你要 你必須把你的RSS 丟給這些單 這些平台 不是投資是平台 就比如說Spotify Apple Podcast 給它之後 只要你在上浪 繼續上行新的音檔 其他你申請的 你有申請過的 一定是你有申請過的 它才會幫你上架 包含KKBOX跟 我沒有在哪裡 Google Podcast 我沒有在Google Podcast上面 所以 全部都會 在上面出現 對 它還蠻準確的 就是 我沒有遇過有delay的 就比如說我現在上架 你可以 而且 上浪有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設定 比如說我設定今天晚上8點 它今天晚上上 各大平台就開始 就全部都上你的 上 同一個時間 它也有像本事專業的後台 你可以設你要幾月幾日 幾月幾日 然後幾點上架 那它就會同意幫你打手 時間可以不一樣 對 你只要高興上 全部都上了 對 我跟你說如果說我現在是 第一集是在 是禮拜一一個幾點 那第二集在二幾點 這樣就可以嗎 對 可以啊 你只要有音檔上去就可以了 對音檔上去就可以了 對音檔上去就可以了 非常自由 非常自由 對你的節目 不會有一些 審 就覺得說 沒什麼 要發不得我去 欸這我才不是那個人 但是 現在大家都是 免費的嘛 大家也希望大家的那個多元化可以更多 他很希望我們去那裡 對 對 對 講話 都可以 而且你甚至可以跟他討論 比如說假設你的聽眾很多的時候 你還可以跟他談 就是說什麼 就是我可以錄出嗎 或是幹嘛 什麼之類的 但我真的還是要稱讚一下 上昂是 上昂是 對原住民的Podcast有一點友善 嗯 還是要想一下 記得幫我放後面喔 哈哈 哈哈 你們沒有 但是也行 對我一樣的 欸 我們臉立經的常進人 哈哈 哈哈 所以我們要解釋 你為什麼都沒有上天 對啊 因為最近很忙 因為我們都在外景 對 然後所以就沒有 人家就說 欸你們節目到底還沒有要做 哈哈 對然後因為 我自己也是 也是有經營那個Podcast嘛 然後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Podcast 他其實就是真的是蠻 蠻 就是你想講什麼 你想要分享的 我覺得他是可以很很 近距離的跟聽眾互動 然後可是其實我蠻好奇的 就是因為我看到兩位姐姐們 沒有我說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粉絲專業經營啊 其實也是經營的很不錯 因為他們其實 我很好奇是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去經營 然後去馬上在短時間 讓你們的人其實可以升起來的 然後 對然後 然後 然後 還有就是 我其實蠻好奇的 其實我自己一直在掙扎說 到底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其實蠻掙扎的是說 那個節目啊 到底要 要 一個禮拜上一集嗎 還是其實 頻率 頻率對 那個上節目的頻率 其實我自己都很掙扎 我不知道 要每個禮拜上 還是要兩三個禮拜上 對 所以 就是這兩個問題 就還蠻好奇 兩位 對 對 好 那 粉絲專業的經營 是因為 其實 我們以前 重拾經營過好多粉絲專業 然後我發現 其實 會有人 過來按讚 第一個真的就是要 Tag那些 我不管是百靈果啊 或者是說像那種 歸道之音 其實他們幫我分享 那個 粉絲人數真的成長蠻快的 然後 我覺得 Test Tag也很重要 因為大家其實都在Hashtag直接找他想要聽的 那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沒有下廣告 但是目前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經營 那 IG的話 其實蠻特別是IG島上臉書的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用IG的人比較多 那 另外就是 其實真的去參加這種線上線下的一些Podcast的聚會 他們都會讓你有宣傳自己節目的機會 那有機會去的話 我覺得都 就是踴躍發言 最後還可以讓人家掃QR 或或是 就是 我現在也有Podcast他們自己在做名片 其實是下一步我們也蠻想去做的 也其實像什麼 威廉啊 或者是說上一些良人食號 他們在介紹美食的 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名片 然後我覺得那個也就是算是一個門面跟一個露出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上節目的頻率嗎 頻率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是禮拜 每個禮拜五上一次 但是我有朋友告訴我說 其實也是有其他Podcast去參加聚會的時候 大家會互相取暖嗎 也會互相給建議 他說其實你上的越頻繁 其實大家其實越想聽到你更新 其實我們也有遇過一個非緣民的朋友就是說 孤單寂寞覺得冷沒有看見 沒有看見 你們更新了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沒有更新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是 我們也會跟聽眾互動 然後就告訴他們一下 其實粉絲他們最直接的回應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你第一手的資訊 對啊 然後我們其實也還在測試啊 今天我們在高點上有討論說 就是像桑莎自己的觀察室 有些節目都會統一在禮拜一上線 因為大家就是隔天上班了 他通勤的時間很長 他們喜歡在通勤的收聽 跟作家室的收聽 對 我覺得作家室跟通勤 是大家會長時間一直戴耳機 或者是把它放出來的 對啊 然後除非是聽到一個重點 我就再去回國回放這樣子 那IG的經營還有粉絲專業經營 其實我在這場的活動上面認識這個女力行程 他也分享蠻多 可以去做 對 對啊 好啊 現在問到這直接說好了 在後面這邊 平井 哈哈哈哈 這 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 因為其實我其實大家都有 我們在播客裡面都有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是專業做設計的 我也不會很 不會用AI 也不會用Forschot 那有朋友就推薦Canva 那這個是女力行程自己IG的那個就是封面 他就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跟他也學習蠻多的 因為其實他自己在IG上他就說有三個主要顏色 包含淺粉紅、粉紅跟紫色 然後他還有一個主要的Logo 看到這個閃電跟這個顏色就知道是他 他自己還有做這樣子女力行程的一個T-shirt 那他這樣子的版面啊 其實就會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而且其實老實說我現在還沒有一致化 但是我也覺得未來可以朝這個方面發展 因為大家看得舒服就會轉發 而且他每 他其實會有 禮拜一是Power Monday 然後禮拜三吧 好像是他的 有點像是他的專訪 那每個專訪的話 他都會放這個人的就是 就是一句話 然後他的版面就是很簡單 他也不用比如說今天要上線 我又要另外做一張圖 只是我自己做圖 一開始還沒有用Canva的時候 手機的話就是用像那種什麼美圖 秀秀或是什麼秀秀改改 手機其實真的沒有像電腦這種方便 那Canva的話他的後台就很簡單 你今天要上找改制就好了 那大家其實讀起來也比較方便 那個是Cathy 對 那個最小型的Cathy 對 那個最小型的Cathy 那個剪男生丑的 對 然後最後別人是 Venom的妹妹Emmy 對 那他們一開始做這個節目 其實我記得好像是募資的吧 對啊 那他們其實也得到蠻緩緩的 對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接下來也要進入的 一個行銷的一個好 還蠻好的一個平台 他叫Waze Waze Waze的話就是其實 我看到蠻多像左邊茶水間 他也是一個蠻有名的一個Podcast 他就是做過就是 自媒體就是在線上開一些課程 那他蠻多就是 他會做一個像女力新生 這樣子的一個Logo之後 你就是把MP3檔 拉到Waze這個裡面 這個好像要付費 但我有點忘記費用多少 然後他會自動抓到一個音頻 然後讓你就是在IG分享的時候 你點圖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自己要講什麼 有點像前情題一樣 所以我覺得蠻厲害 在做Podcast的行銷 他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行銷 這個Podcast的字幕機囉 對 有點像字幕機 他有時候會把字幕也同步打出來 有一天就是聽到這個 看到這個圖就可以先聽到說 自己要講什麼 然後他自己在IG的宣傳 或粉絲專案宣傳的時候 就會把今天要講什麼 就是分享到那個限時動態上面 大家馬上先從限時動態就會 而且他會直接拉一個Spotify的連結 就直接點過去Spotify去做收聽 那另外一個的話 像這個Mintree 他可以直接推廣最新的資訊 其實我這個不是最好的示範 因為那天聽完那個M 就是女力新生的分享的時候 他說這樣不是最好的 因為我是把MV跟在哪裡的平台 都全部這樣放上去 基本上大家也都是這樣 可是M他是一個很用心的Podcaster 他會把最新一集放在最上面 然後他每一集呢 他也告訴我說 其實聽眾是很健忘的 因為後來我們為了在剪輯方面 我們每一集 後來都沒有把口波放在前面 可是M他每一集就說 大家好我是女力新生的M 什麼什麼 讓每一個人進來都是新的聽眾 但是他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是他 而且他很會利用那個聲音 就是深入潛出的部分 讓聲音聽起來是舒服的 那他會把最新一集的那個 那個他的音檔放在上面 然後其他還有他的粉絲專業線下 在做什麼活動 他也會一起在這邊 因為他像我們這樣經營的話 可能就有點太眼花撩亂 其實他是建議說 可以只給一個主要比較大 大眾在聽的平台 還有一個網頁版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他網頁版 電信秀可以聽 不用去下載那個APP 這是我主要其實跟這些 Podcast 就是去做互動的時候 得到的一些經營的心法 對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跟其他的Podcast 的Tag 就互相Tag 我們很愛互相Tag 真的 這是有趣 然後有時候比如說像 無比他前幾天好像也有Tag 百靈果 因為剛好百靈果有一集 就是講那個隔音的 然後他就貼了一張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 就是我們初次錄音的照片 結果百靈果我看了可能 覺得太好笑了 他就是轉貼 那透過 因為百靈果是前兩大的嘛 所以他一看 就是他的聽眾看到 可能就會覺得 好奇去看一下 我們是在做什麼 就是他們 滿多都是教徒 一開始滿多都是教徒 就互相貼 而且剛剛前面有提到的是 Podcast很有趣是 你跟聽眾的關係 真的真的很近 因為我自己有 有一個我自己是公開的IG 然後所以很多就來follow我 follow我之後他可能就會 因為我常在線動裡面po 我去哪裡 或做什麼樣的事 就真的會有粉絲 傳訊給我 然後就很好笑 就他們會跟我互動 看到我po 因為我都會po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然後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看 然後也會私訊給我 然後我就很直覺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聽眾嘛 就是我就會回訊息給他 他們就超興奮的這樣 就是 他說欸是沙沙或無靈回應 居然會回應欸 所以說 我發現回應很重要 所以只要有粉絲的留言 不管是我們認識或不認識 其實我們都盡量會回 回應還有在節目上面給他們 對對對 回應 他們會很感動 而且真的有的時候 就是IG有的時候你停不下來 他會一直跟你聊天 他也是有點困擾 但是也是蠻有趣的啦 對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經營的一個面向 另外一個我覺得 現在podcast就是 因為太多節目了 有時候 他可能沒聽過我們節目 然後去聽了一集之後 他會把它截圖 然後就 就放他的心得 然後再take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對對對 就是去 因為你聽了他的節目之後 你認識他 然後你take了他 然後彼此互相粉絲 就是串流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對啊 我自己很喜歡聽瑪利歐 陪你喝一杯 我都會傳訊息去給瑪利歐 欸他真的會回我欸 瑪利歐說他不會用IG 他比較常用的是粉專 所以我就會在粉專傳訊給他這樣子 所以粉專跟IG有不同的功能 像我覺得粉專讓我們再接收 像是一些講座 或是其他一些小型的那種 公益活動的要求 他還是會找粉專 粉專就有點像是名片 然後IG的話就是 認識你這個podcast 或是你這個個人的一個風格 最好的呈現 因為他不像粉專會一下子就滑動 那IG的話就是你整體的界面跟風格 就可以定義你這個podcast的風格 那我覺得像白帝國瑜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真的太有名 所以他們其實老實說 他們的版面沒有到 像剛剛那個女力新生 這麼用心的版面 他們都沒在記你吧 他們都沒有他們自己的照片 就是他們的照片 就有很多自己的風格 搞笑風格 對啊 所以就是自己 可以看自己的風格 在哪裡去接你這樣子 大家就是對賺錢有想法嗎 對 我看起來有很多人想要轉職喔 真的嗎 對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我們今年2月算當初到 然後我們現在累積下載量 有大概10萬 然後現在單級到31級 我們已經超過這個數字了 對 31現在31 對 所以還蠻感動的 其實是像我看那個WASA心理學 他們 他們前陣子好像下載量 超過100萬 所以他們就辦活動 對 他們是前10名的那種 對 然後他們就辦活動 然後比如說抽書還是什麼 我就有想過說 我們是不是也要做上這樣的活動 可是我們兩個實在 我真的很忙 我只能想的一樣 沒有 真的真的我覺得 這周末我們就會碰文啦 就是我們再丟個什麼 什麼樣的問題或什麼互動 我們就記得祭出我們的一些相關的 對 像還有互動也是 對 不必會在上面 比如說問聽眾問題 還真的有人會回答耶 就是 我是覺得很神妙 就是你可以常常有一些互動式的 然後聽眾們 因為他們都講說 Pocket聽眾的黏著度非常高 他聽你一次兩次 他就會一直聽下去 很誇張是那種 很多聽眾是比如說他剛聽 他就開始感客了耶 他說我現在才一聽 聽聽聽聽 靠最新這一集 因為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 大家想聊什麼 我們就說你們會想聽什麼 那有些人就會回應我們 那像其實我們上次就是 8月1號原住民族日 也是有人說 我們就丟了自己的照片 就說也可以take我們 雖然沒有到非常廣大圍場 但是也有一個粉絲 真的就是take我們這樣 對 可是我們原住民的聽眾蠻少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沒有祝福 也是有可能 我們自己都會笑自己 就是我們可能被原住民族 那這是我自己研究的賺錢機制 因為其實YouTube比較明確 他可能幾萬點閱 就真的可以賺錢 但是podcast還沒有 所以像是剛剛講的 鬼島之音啊 他們其實就有透過募資 去做一些相關產品 然後或者是像 百令國有一些贊助錄出 那異業結合的話 就是可能像我們現在 接一些工藝口播啊 然後董內機制的話 現在雖然我們沒有用First Story 但是First Story 待會我也會講 First Story它裡面內建 可以有董內機制 就有人大家都會講說 你可以省下你喝一杯咖啡的錢 就是贊助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我有朋友收到五百塊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也不錯 對啊 至少可以下廣告啦 然後影面同步上傳 我覺得這是我們比較辛苦的部分 因為我後續因打 我會放我們這File的那個Logo之後 然後再轉檔上去YouTube 其實那還蠻花時間的 可是像百令國他們就同步 就是會在旁邊錄音 錄影他們的那個 錄音的實況轉播 可是那個其實又要花很多人力 我們其實沒有那個人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課程講座要約 可能就像今天這樣子 有機會的話 那像是那個左邊茶水間 他自己有在經營那種線上課程 現在線上線上課程的網站真的很多 而且左邊茶水間本身是在美國經營的一個Podcaster 他真的是做的還蠻好的 因為他很多都是遠距錄音 那像Million跟那個Founder 就有點像是網路上比較有名的一個 有點像部落格 可是那Million是全球的 所以他有時候你去分享他可以拍手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有點像是你寫一篇文章也可以 可以贊助 那粉絲互動會的話 就像白玲果那樣 賣一個線下的一個教徒 那個互動大會 那 對 就賣週邊商品 像是其實像 等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 鬼島之音他們的週邊商品 對啊 所以他們就是很細心 白玲果他其實不到大會沒有在賣東西 對 他們也不收門票 你知道他們很好笑 我記得他說不收門票的原因是 他覺得很麻煩 他這樣就來就好了 對 可是你看一下那個 對 而且他們那一集 我記得那一集是現場直接在 現場直接錄一個現場節目 Line 對 因為我們有很多Podcast的朋友都有去 然後他們現場好像 我記得他們是志陶妖高送那個 有點像教徒的那個 電子的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有點像火把 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個 對啊 我覺得他們其實跟粉絲的距離 就真的很近 對啊 那 這個是大概是賺錢 其實那 first only donate system 這裡其實我們也還沒有去用 那我後續也會開始去做這樣的 因為這個好像hosting在分類 不用不用 不用那個 威威你好不好 那個雞蛋糕 他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Podcast界的那個百科全書 他自己在medium會寫很多自己 經營Podcast的一個想法 然後他也是 其實其他hosting的平台節目 是收取百分之四十的一個手續費 所以你在這裡的手續費 在這裡host當然會比較低 對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未來可能會做 我看了一下最近的那個上岸的研究 其實他們說賺錢的機制蠻多 他說反而donate比較沒有人在donate 他說反而是這樣 他可能台灣聽眾的習慣不太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提到說 他們賺錢的方式好像是要投播 投播會比較 比如說我剛剛講 他被spotify買下來的那個 John Rogan 就是他的節目 他的口鍋費就非常的高 因為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就身價真的很高 所以他口鍋費也很高 對 所以好像蠻多都是從口鍋費這邊來的 對 可是其實也是有聽眾問說 我們有沒有donate的系統 他也蠻想donate的 所以其實我們會做 就是我們還是需要一點製作費 然後最後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贊助連結 那有些人就會放到像那個剛剛linktree的那種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上面 對 然後這個是行銷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可以推薦大家去聽的 就是聽音變味 就是這幾 你可能不知道台灣Podcast的產業報告 講的超清楚的 對 你聽了就會大概知道現在台灣的 因為他是首次做台灣Podcast的情況的研究 因為之前都是國外的研究 但國外都把台灣跟中國放在一起 所以就不太確定說他就不是很準確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是做主要是台灣 那這個我建議大家聽聽 所以Eason他好像採訪好像十幾個的線上的一個廣播主持人 對所以他其實這裡應該可以給大家一些很多還不錯的回饋 OK 那其實我覺得雖然Podcast不是一系可以致富的那種 可能還沒有像在美國那個主持人一樣 但是我覺得透過像法靈果這樣有機會在金鐘獎這裡擔任主持人 還有其實他們今年也是受到蠻多雜誌的一些文章的邀約 跟就是做報導 我覺得其實這還是一個市場 然後在2020年今年其實普利之獎 已經有新增的那個Podcast的節目 他有頒發一個聲音報導獎 然後有一個Podcast節目叫 This is American Life 其中有一張是在講 The OutCloud有贏得 就是Podcast的一個聲音報導獎 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 我不知道金鐘獎有沒有機會列入 但是我覺得這是蠻有可能的 對像這個其實這個 因為我們不是都有在做國際新聞嘛 其實這個新聞我們也是要報導 可是後來半七倍就有報導 所以我就沒報導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轉貼他那個 然後他這個 我那時候看一下我就突然想到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們有一集是訪問百萬夫妻 就是我們在聊這個Podcast未來的一些方法 然後我們有聊到說其實這個Podcast它對 因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他會聽見很在地的聲音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媒體公司 大部分都是base在台北 所以像我很 其實我很羨慕在台北的Podcast 他們很容易請到一些大咖 什麼花集就是像白英國他們 都可以很容易請到這些大咖 可是我們在南部其實很難請 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我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有想過說 我並沒有想要請大咖來 我其實就是想請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比如說他是像藝術家 那他其實在南部是真的很有名的藝術家 他這個可能接觸不一樣 欸有又有人 對然後他可能是在南部的藝術家 那我就請他聊他的一些就是生活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讓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有幾集就是北部的 北部的聽眾就聽到好像是子高那一集 就是我們有邀請他男朋友來講 然後那一集的時候子高就說 他覺得台北人就是走路很快啊 然後明明電梯就在走 為什麼他還要走路 他就講這個 然後很多北部的聽眾都覺得很好笑 他們就覺得說 原來我們是這樣在想台北人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顛倒過來的感覺 而且更重要的是像我們這種算是少數族群的 我們原住民算是人口很少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沒有什麼發聲的管道 但這個podcast對我們來說 他是一個發聲權掌握在自己手上 然後不需要別人去幫我們代言的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平台這樣子的 而且還有一個是他有一個叫 他有一個分類叫做personal journal 就是你個人的比如說你自己想要聊什麼 他就有點像網字 可是他是一個聽聲音的網字 對 其實我覺得podcast他的特色對於 我覺得如果要反饋在原住民身上來說的話 他掌握了這些點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發言權 那其實這裡我們也有做那個分析 那因為我們上面有講說 其實我們大概在4月28的時候有進到 那個前百大podcast的那個排名裡面 然後我們就回去 我們要講一下我們是 我們是首個進到前百大的人 原住你的部分 然後這是在2月到8月24的一個數據 大概是在4月底的時候 我們的下載量有到1600多人 那我們就去看說4月底之前出了哪一集 然後下載量 這個中間這個數字都是下載量 剛好是在那集就是我們請 我男朋友來討論原住民的愛情 反正大家還蠻喜歡聽這種閒聊的 那個時候下載量有到7000多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就是你的名字為什麼那麼長 因為我們那個那一集就是在分享說 為什麼我們的名字有那麼多不同的含義 對然後還有幾個像是布魯斯康康 他其實在講奴族語 應該很多的非原住民對於學奴族語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他們才會點出來聽 對然後像是我們那一集有一集也是在講那個普林奧 所以這集也是很多原住民很喜歡他想知道原住民的 普林奧就是巫師的事情 對對非原民的就是主流社會來講 他們對於這塊可能比較難想像 對啊所以我們有去做像這樣子的分析就發現說 其實從這裡也可以知道說哪一些來賓其實他的收聽率跟那個就是蠻受歡迎的外 有機會可以再邀請他們來 對 這我們今天很多還是在上班時間喔 對那當然謝謝那個這個我們今天兩位講師喔 但是我想說還是可以留一點點時間讓我們現場的同仁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再追問我們兩位講師的話 趕快把握最後的機會 我們這邊現場有很多製作人欸 欸有沒有有想過你們要自己做Podcast嗎 對啊現場 所以不想跟你們去 可能想說過我們囉 我們這麼說廣播的專業的主持人 那我可能說在Podcast界裡面你是廣播金鐘獎的 你反而贏不過像我們這種 這個真的 白玲果就不是金鐘 他就不是廣播節目出來的 他是他的真的是他的特性 讓很多讓很多聽眾人喜歡他們的個性 你大概去看前五十大人都看到 可能要先把獎盃到旁邊 你要先做自己 我起始終你開始了 真的是跟聽眾比較能夠拉近距離 對真的 我廣播不在三樓欸 在那邊 我等一下走得下去嗎 我等一下走得下去嗎 因為我舉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覺得說 欸廣播節目主持人如果他來主持 應該很多聽眾會要定 結果後來我就有發現就是 那時候我記得是威廉的活動 就我們有去的那一場 對就是第一場嘛 然後那時候就來了一個 他也是金鐘節目主持人 我們我們的排名就比他前面 然後我們一出來就 所以他自己有講 他說其實他發現廣播節目已經有點 他不太喜歡那個感覺是 他說可能限制很多 然後比如說他說他們就是放音樂 然後好像填補那個洞 他覺得很沒有意義 他就說他就來做Podcast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他們就來說 然後我們剛好 我記得我們是同一個 同一個分類 然後我記得我們的排名 還比他們滿前面的 講上次了 講上次了 講上次是因為是事實 是事實 可能比較有包袱 對真的 其實會有那個包袱是真的 就沒有辦法擺不進去的 對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開節目 他就是真的就是做自己 聊那種你們在廣播節目上 沒有辦法聊的東西 對啊 大家可能會想聽 我覺得應該有別種 或是你們還是繼續做廣播 好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在國外就是念書過 我發現就是說 北美人啊 他們還是很喜歡聽廣播 即便有Podcast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 有收聽廣播的習慣 所以我才說 其實廣播有他 他有不一樣的存在必要性 開車啊 或是什麼 因為像我經過工地的時候 工人都會放出來聽啊 還滿大聲的 對 不用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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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們還是喜歡聽啊 就是我就覺得說 還是有 而且 而且我覺得廣播電台是有 你們可以授權的音樂 跟我們 對 還是有差 對 所以你們要自己唱喔 我自己唱 我們還是要唱啊 然後 我們大約一號那集 就自己唱 啦啦一的部分 不可惜 我們沒有念過來了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莎莎跟菇比 你的分享這麼寶貴的一個經驗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聽過他們節目 真的是很愛聊天 自然很自然的聊天 但重點很厲害的是 他們可以在 就是說聊天當中 把很多相關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和試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知識 就是傳遞給觀眾 那對我們做電視節目來講 因為我非常要求 所謂的文字 用字的謹確 反而我覺得這部分來講 就會讓我比較防手防腳 可是我覺得 雖然他們也講都很正確 可是就是很自然 這部分來講 真的是很佩服他們 那我們現場的廣播的那個同仁 我們今天有 只好看到三位 那四位嗎 四位嗎 對 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就像剛剛他們最後做的一個 唯一就是 其實不同的媒體 都有共同的一個目標觀眾群 所以 當然現在Podcast 好像是明日執行在人的上升當中 但我也很樂見說 我們上來人文基金會 也有這樣一個可能就是業務 當然不是要去跟兩位主持人去搶生意 但是我們是覺得說 沒有 我希望更多人來做 然後原住民是 這些觀點 能夠讓主流社會傳達出去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不容易 他們就很明白說 他的貼就是設定成是非主流 主流觀眾 就是非原住民 這部分來講 還有很大的氣貨和一個自信力 你們才相信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這一點部分來講 我覺得我們在原民台未來的TA 我們可以給他設定的更寬廣一點 然後當然我們服務不確定很重要 但是我們服務整個更廣大的一個目標受眾化 也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但是你們怎麼去 因為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你們也不是打開機器就開始在那邊拿勒 一定是有做功課吧 那你們就是會大概做什麼樣的功課 就是說準備這個節目也不是聽我們來講 或是講一些什麼事實 你們自己覺得最 讓你們最花心思準備了一集或是哪一個主題 沒有 我們都沒有 沒有 我們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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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知道我從小就是在策略這些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是 很輕而易舉我就可以找到一個主題來聊這樣 只是我們會有一個問題是 比如說無比喜歡的主題可能我不熟悉 啊我喜歡的主題他不熟悉 這時候我就必須要把大綱 大綱然後就是大家一起來看 就是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 然後我們以前都準備得非常的完整 我發現沒有用講不完 我們會講太久 是因為後來我們就決定不要寫太多 可能比如說就講個五點啊或六點 然後但是光一點我們就可以閒聊很久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五點下面會把各五點 可能會聊到的一些註解會放在下面 相關的報導讓我們在 因為我們會一起共用那個Google雲端 我們就會一起開 那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就是說就是隨時補充 然後我們也是要看一下說時間有沒有又超過 我們會忘了我們又會解到很晚 嗯 甚至很痛苦 沒有分痛嘛 比如說這一次主題是我負責 我就會整理 然後他就會看 然後他會配合我 我主講他就會在旁邊講一些feedback 或是他也會提問題 因為我們順縮很多聽眾 可能不懂 他不懂這些 所以他就會提出一些問題 我猜想是主流聽眾想知道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會知道 就其實我們很自然 因為真的有人問過說 你們怎麼可以很自然 是因為老實說像那個沙子準備的題目 我一定沒有他了解 所以我就會主動提問 就是一問一答這樣子 對 我這邊有主語論壇做製作人 哈哈哈哈 哦 對 好感化性結合製作人 我最近自己要跟那個平東大學合作 我們要做主語的故事 哇 然後我剛好因為找到了非常多的故事 他是沒有版權的 這個我有去問過 就是奧德國立大學授權 就是他沒有版權 他說都可以用 所以我最近我們要來做一個 就是講主語故事 對 我其實很愛怕我們的那個 就是聽眾會 就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聽不懂 我們要把我的那個聽眾設定在哪裡 對 今天來聽就是來聽幾分講講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 我自己有看過你們的節目 我可以老實說嗎 請說 因為我們Podcast是沒有NCC在講 你在說 我還是慕尼姐那個 就是 我們是另外一個節目 在跟直播講 喔喔喔 他會看喔 然後 就是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都是那個 那幾個面孔 然後其實對我來說 我自己 我就不會想看 因為我會覺得 啊 怎麼又是你 當然不是說他們不好看 他們真的很漂亮 可是我就會覺得 他們討論的議題都還差不多 都懂那些 那像我自己在 我們有一集是康元靜 就是康康那一集 收聽率很高那一集 他是年輕人 他才27歲嗎 29 20幾歲 他的主語講得超好的 所以我每次都會叫他跟他說 過來跟我一起錄音 但是他暑假太忙了 因為收貨季 所以我們暑假就沒有錄到 因為我都會叫他過來錄音什麼 然後叫他 我就覺得說好 就負責講主語這樣 我就會 我覺得可以有一些比較清晰的人 但是不要挖腳踏 因為他是我們 他是我們 他是我們頻道大學的助理 所以不要挖腳踏 偶爾一集啦 請你一起來 我是建議說 可以有更活潑的一個呈現 因為有一點也輸 應該是說像那種 我覺得主語現在比較多 要讓更多人認同這個語言的話 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包裝 因為其實像我跟幾個兩個朋友 有在就是在經營另外一個 那個台灣經營的一個粉絲專頁 就是在講台灣主語 可是我們用別的方式去包裝 可能用流行語去把它翻譯成歌 或者是說跟上現在比較 就是什麼相級的愛情 怎麼翻譯成主語 像這種可能就要花一點心思 可是我相信這些主語老師都可以去克服 然後讓更多年限願去轉載 然後讓他們轉載之後 其實同步他們也願意去學習這個語言 甚至如果在Podcast也可以有個陸出的話 非原民的人既然 我覺得我發現說 有些原住民的學生 其實是需要一些動力 是因為 非原住民的學生都在學 或是非原民的人都在學 你為什麼不學 因為 其實像我去年去日本 參加一個Poly Club Conference 就是一個多語大會 那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所以他們會講至少可能十種語言以上 那他們就可能想要學習原住民族語言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個其實是 你要怎麼樣去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 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做人生 而且我們的聽眾 其實我們有講 我們的聽眾好學會聽我們講主語 所以我們在節目裡面都會教 所以後面會教一些簡單的 有聽過我們都會教他們講主語 那你們都只教排灣語嗎 我們就只會排灣語 對 所以其他主委老師有機會可以 看我們節目 有的啊 或有其他的 說其他的 其他的欄 我會跟他們說 講一下你們那個怎麼講 我們都會這樣聽眾前面先自我介紹 對對對 其實廣播天台一直想要做主語相關的節目 所以只是說可能 這個會還不是蓋了 沒有那個包袱的問題 對 包袱是一第二是我們的那個 太多的 更多的專家 外面更多的專家學者 在放大檢視 對 解釋我們的老師們 也許他們是他們自己地區性的語言 對對對 而且還是會被證會說 啊你教錯我 教錯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們包袱相對的大 因為他們本來就專業的 對 所以要他們突破 可能會要花一點時間 對 真的 你們有被檢查啦 我們是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專業的給我們 哈哈 因為我們還是會講說 我們是哪一個語系的 所以講出來不代表所有圖語 啊我會覺得有的時候 其實那是羅馬拼的一些差別 那主要我覺得 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語言保存下來 所以我覺得停止這些 可能放大檢視的抨擊 比真的去做保存來的比較重要很多 欸媽 你沒辦法控制別人 對 所以我 我一直說真的是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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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都會這樣講 因為有些 主流社會的人也會不懂 為什麼不能彼此溝通 對 所以這個方言表 我們都會特別去把它點出來 好 我真覺得我們可以講到明天早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很愛講 哈哈哈哈 好的 那我們就是 在好的課程 還是要結束的時候 在北的宴席還是要結束 好 那我們今天這課程 就非常謝謝兩位 莎莎 還有附近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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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場同仁 都是利用上班的時間 人生臉 哈哈哈哈 人生臉的情緒 我們敢這樣訓練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然後以前各位同仁參與 感謝 好再訪告一下 明天是瑪莉歐的主獎 瑪莉歐 對 瑪莉歐 我們可以開個禮拜 對 我們看你們的文章 大家要稳嗎 我們可以提示 大家參與一個照片